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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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所以在使用这个incident里 我们再下去测试 那因为呢 这边呢 全部都是正的 这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把这个x呢 带负号 负数下去 那么 首先呢 就是呢 这个最高次它的系数是1 那后面这个是2 所以它可能的因4 就有x呢 加-1 还有呢 x 加-2 这都是它可能的因4 那加1不可能 不是 这个-1不可能 因为你x用1带下去的话呢 这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它不可能等于0 那因此呢 我们这边呢 就带多少呢 带负1下去啊 如果这个x带负1下去 这边就变负1 那这边就变成2 那这个呢 负1带下去这边负3 那这个带下去呢 这个正2 那负1加2-3加2 这刚好是0 这刚好是0 那因此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一个式子 你可以把它提出一个x加1出来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3次方的这个式子 把它提出来一个x加1 那至于提出来以后呢 这个后面呢 剩下什么 剩下什么 那就再度的使用这个 中和除法 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 系数啊 把它抄下来 就是1 2 3 2 把它这个系数抄下来 那1232抄下来之后呢 这边呢 要 除以这个负1 把x带负1下去 那除以负1的话呢 这个1落下来 1乘负1就是负1 那2加负1呢 就是1 然后把这个1呢 再给它乘上这个负1 它就变负1 那3加负1的话呢 就变成2 然后这个2呢 再乘上这个负1 它就变成负2 那所以2加4这边就变0了 那因此呢 这边就是它的3 那这个3呢 就降成2次4 那这个2次4它的系数呢 分别是 这个1就是x平方 再加x 再加上2 这个1 1 2 1 1 2 这是它的系数 2次方的系数 那因此呢 像这个 测试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下去哦 把x用1或-1带下去哦 那你带下去之后呢 我们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因式哦 如果有这个因式 我们就把原来这个高次方成4 里面这些4子哦 把它因式给它提出来哦 那提出来下去做做因式分解嘛 那因式分解之后哦 假如说你能提出这种1次的因式的话 那它次方就慢慢降下去哦 降到3次2次哦 那降到2次的时候就有公式解了哦 那所以这个题目呢 做到这里来呢 它的根呢就已经浮现出来哦 那同学可以看出来它的根呢 就是x等于1哦 或者是呢 这个括号里面告诉我们呢 它这个x呢 它是-1哦 那另外呢 从第三个括号里面哦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使用公式解哦 这个x呢 它就等于2a分之-b 加减根号b平方哦 那这个里面呢 它的这个abc哦 这个a是1 b是1 这个c是2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这个2a分之-b哦 2a就是2乘1哦 -b就是-1哦 加减呢 根号b平方减掉4ac哦 这个b平方b是1嘛哦 减掉呢 4ac哦 4乘上a乘上c哦 c是2哦 那所以呢 这个 再把它运算一下哦 我们知道呢 它这个 根就是-1 加- 根号 这个 1-8哦 就是-7哦 -7 那所以呢 这个x啊 我们如果再运算下来呢 我们可以得到2个共2负根 就是2分之-1 加- - 根号7i 根号7i 那因此呢 像这个四次方程式哦 同学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1个根 2个根 再加这2个共2负根 因此呢 四次方程式呢 它就有4个根